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是课程的基本信息 在入学要求上 澳洲的本科加全均分达到65 国内的本科均分达到73分以上就可以了 并且需要相关的专业背景哦 那比如说有言语学 健康学 生物学 心理学 神经科学 生物科学 音乐研究 医学 生物医学 创意技术 音频制作 音频工程 行为科学 兽医学 言语病理学 声音和音乐教学 护理或者是相关学科 那么为什么神奈老师要着重推荐麦陶瑞大学的听力治疗硕士课程呢 第一 此课程是澳洲唯一六认证的课程之一 受澳大利亚听力协会 也就是Audiology Australia认证的硕士课程 这边神奈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不被认证的课程毕业后是没有办法申请职业资格的 那也就意味着没有合法的职业工作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别读了个寂寞 其他还有五个认证的课程请私信学大老师 咱们私聊 第二点 此课程从第一个学习开始贯穿临床听力实习 充分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 接触真实的病人情况 积累临床经验 整个课程项目下来有超过250个小时的必修临床学习 毕业后就有资格可以申请澳大利亚听力协会认证的听力治疗师 第三 麦考瑞大学是澳洲唯一的跨领域多学科听力现场研究中心所在地 教学研究和学习环境可谓是极佳 比如 从下图中大家可以看到 占领全球人工尔卧市场将近一半的科利尔公司总部就是在麦考瑞大学 第四 此课程招的国际学生几少 只有八个名额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 中国学生不多 学习氛围会很好 从实习就业角度来说 学校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学校内部资源比配招生名额 就是为了以后的就业提供的保障 天时 地利 人和 三者都有了 从第一个学期开始就有实习安排 这就是天时 实验室或者大企业的总部就在校园里 这是地利 只要在读期间认真学习 那这是人和 毕业以后 优质的工作岗位 信守拟来 好了 最后是神尔老师的案例分享 是我的H同学 他是国内双飞学校的中药学专业毕业 均分的话只有79分 同学的学术背景其实是一般 均分不太占优势 要知道麦考瑞大学也需要提供一到两页的个人程序 在H同学的个人程序中 神尔老师主要领取了一到两个故事 描述到了细节 解释了这个魔际 为什么H同学需要学到听力治疗这个专业 所以顺利地拿下了offer 并且还得到了学校五件奥币的奖学金哦 相当欺慰了 所以同学们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想要咨询的 评论或者是私信神尔老师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估论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tephanie老师 我魔力教育呢 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公司 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澳洲 还有就是进行的 还有香港的文学申请啊 签证代理 还有就是文明代理的等这些业务 哈喽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的阿玉老师 茉莉教育和留学申请 签证服务到后期的接机和住宿 都给您提供一个便捷的服务 给您最好的游学体验 哈喽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的许娜阿玉老师 茉莉教育专注于在线上的线下 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 茉莉教育的企业 有着十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 以真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 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建立老师 茉莉教育虽然网络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心的服务 茉莉教育虽然网络也在这儿 因为我还有学和许娜 茉莉教育환 加尾快乐 厉害 还要带着 几十年的工作 粉丝 几十年的工作 木纸 芸 deix 让开 конц 如果大家 grace 大家好,我是艾比,现在艾比所在的位置是乌拉什大学,菲林斯大学的乌拉什高林乌拉基区院。 我为您申请商科硕士,我为您申请曼车斯特大学,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我为您申请学校管理硕士,我为您升UCL大学,我为您定阶级酒链,我为您写签证文书,我为您做签证培训,我为您做选课辅导。